大家好,我是小曾 今天我们用腐竹来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出锅后香味肆意 保证你能多吃一碗大米饭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腐竹 先用剪刀把腐竹剪成小段 腐竹,我们要买这种颜色发黄比较干一点的 这种腐竹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剪好后再加入50度左右的温水 把腐竹浸泡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西红柿对半切开 再把里面的印心去掉 然后把西红柿改刀切成小一点的块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几半的大蒜切成薄片 切好后装入盘中 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切成段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块曲皮五花肉切成薄片 五花肉也不需要太多 有一点就可以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半个小时以后咱们的腐竹也泡好了 看一下已经泡得非常的柔软 接着把它捞出来放在盘子里面 接下来把锅烧热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把五花肉放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翻炒 挖五花肉炒香炒出多余的油脂 我每天都很认真的教做菜 希望帮我点个赞鼓励一下 感谢支持 一直炒到五花肉颜色金黄 再把炒出来的油脂盛出来一些可以拿来炒青菜 然后把切好的蒜片放进来翻炒 炒出香味 炒香后把西红柿放进来 继续翻炒 炒出西红柿里面的汤汁 炒好后把腐竹放进来稍微翻炒几下 然后加入少许食盐 一勺蚝油 适量的生抽 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水的量能刚刚没过腐竹就可以 用铲子把调料翻炒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转小火烧至五分钟 五分钟后再把小葱段放进来 再次翻炒几下 把小葱炒至断生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五花肉西红柿烧腐竹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腐竹软嫩鲜香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做来试一试吧